风情万种的妙龄少女转眼间就躺进了冰冷的棺果中 而罪魁祸首便是吸血鬼之王德古辣 今晚少女也将彻底变身成为吸血鬼 医生亚伯为了避免她伤害他人 入夜便带着露西的三个追求者前来查看 掀开沉重的盖板 露西的尸体果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此时入口处传来一响 一个身穿婚纱的女子抱着小孩的女人走了进来 她正式变身吸血鬼的露西 听着她可怕的意义 追求者险些被迷惑 还好亚伯及时拿着十字架 将她逼近了棺材 随后又用铁钉凿穿了她的心脏 砍下她的头颅 这才令露西的灵魂得到安宁 完婚的米娜和丈夫回到了伦敦 得知闺蜜去世的消息 米娜悲痛万分 此时的她还不知道自己心心念念的异国王子 就是杀害闺蜜的凶手 而见识到德古拉厉害的乔纳森知道 德古拉一定不会轻易放过自己 决定和亚伯联手主共出击 她将米娜留在了安全的家中 自己则和医生亚伯来到了德古拉的城堡 按照吸血鬼的特性 她的魔力来自于故土 他们便把德古拉的故土悉数捣毁 再步上法阵 企图削弱她的魔力 不要此时的她已经化作一缕青烟 来到了米娜家中 见到心心念念的王子 米娜想起了自己前世的记忆 想要与爱人厮守在一起 德古拉也不得不坦白 自己已经变成了吸血鬼之王 得知爱人就是杀害闺蜜的魔鬼 米娜愤怒地拍打着她的胸膛 但还是抑制不住对她的爱 她请求德古拉帮自己解脱 德古拉只好听从她的请求 吸干了米娜的血液 此时亚伯带着一众人回来 可米娜的仪式已经完成 德古拉也逃之夭夭 亚伯机智地用催眠得知了德古拉的下落 缤分两路前去追击 感应到爱人有危险的米娜 此时也觉醒了吸血鬼的身份 她召唤来了风雪 阻挡伏击德古拉的队伍 但是当德古拉即将进入大门时 却被伏击的人一刀插入了心脏 赶来的米娜绝望望分 她举起长枪 站在了德古拉身边 掩护她暂时撤退 此时的德古拉已经奄奄一息 模样极尽丑陋 但米娜悲痛万分 不但没有惧怕反而送上一吻 他们忠贞的爱感动了上帝 虽然四百年前她曾举荐咒骂上帝 但上帝仍原谅了她 为德古拉恢复了容貌 米娜终于明白 他们的爱比世间的一切都要强大 她缓缓举起了剑 终结了德古拉的生命 也解除了绵延四百年的诅咒 德古拉的灵魂就此得以安息 虽然她为爱痴狂 犯下了诸多罪孽 可她忍受了四百年的孤寂 与人群中一眼认出了自己的爱 这份爱又何尝不珍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